加其肉片涮牙涮的 放進特製湯頭 香味已經撲鼻 超澎湃的菜盤 分量之大 讓清景澤被譽為 適中台灣必吃火鍋 不過粉絲專業宣布 旗下的台中工藝店 進行設備維修更新 會一路暫停營業到六月中旬 大門緊閉 裡頭已經有人 再整理東西 其實消息一出 不少老饕錯愕 還有人分享大夜店 也是這樣修著修著 就直接變成燒肉了 就怕這一關店變成新品牌 整體營業蠻可惜的 因為他們的味道還蠻不錯的 服務也很好 只能這附近其他的火鍋店 因為其實這條路 蠻多火鍋店 就只能這樣 不然就是去吃他其他家的分店 其實今年經濟景氣陰霾深 雖然以後餐飲業大復甦 但是歇業的店家也是不少 像是登台三年的東京名店 銀座梅林豬排 宣布專櫃合約到期 三月一號結束營業 淡水開業六十多年的海風餐廳 也要走入歷史 四月十號拉下鐵門 電ATT大直店也決定在今年五月七號正式歇業 館內的像是天堂藏壽司等店 也都要跟著say bye bye 華人新聞紅世成林博 和邱子玲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